神若帮助我们 谁能抵挡我们呢 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我要听一首非常坚定 带给我们决心的诗歌 这首诗歌的歌名叫做 《神若帮助》 当然这首诗歌是有一个圣经背景的 非常明显是从罗马书第八章 从第一节开始 那边敬问说什么呢 他说神若帮助我们 谁能抵挡我们呢 是吗 的确是 假如我们有一个很有能力的朋友帮助我们 那么这一个朋友坐我们的后台 那么我们就有力量了 现在这位后台朋友不是一位人士 而是一位永能的神 那谁能够抵挡我们呢 在罗马书这段经文 不只是讲到神若帮助我们 谁能抵挡我们 更清楚地讲到 为什么这里说到 神若帮助我们 就没有人能抵挡呢 那是因为 耶稣基督在神与人的这个关系之中 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经文是这样讲的 既是这样 还有什么说的呢 神若帮助我们 谁能抵挡我们呢 下面继续说 上帝岂不爱惜自己的儿子 为我们众人舍了吗 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 是的 神帮助我们的意思是 神和我们之间的关系 平顺了 和好了 于是我们成为神的儿女 而这个关键在哪里呢 当然是在于 耶稣基督带来的救恩 所以当我们和耶稣基督的救恩 连上关系 接受耶稣信心领受之后 神跟我们的关系就改变了 我们成为神的儿女 神若帮助我们 谁能抵挡我们呢 让我们在圣诞佳节 这个期间 想到耶稣降生 更是往这个角度 去献上感恩 因为耶稣基督的恩典 使得我们与神和好之后 成为神的儿女之后 神若帮助我们 谁能抵挡我们呢 当我们聆听这首诗歌的时候 我们存着一个感恩的心去听 圣诞佳节 困难或困苦 开始抵抹几个一步所有 是危险或致亡 人们 尽靠我主 万世都得深有余 应该爱我们 上帝若帮助谁能抵抗我们 上帝若帮助谁能抵抗我们 有谁能使我们 有谁能使我们 人生都得深爱的全 我是幸福人 是此事 是天使 是君王 我是现在 我是将来 我想全国告成 全更无能感觉我们 收藏万物皆无法 能感觉我们 与上帝的爱 能感觉我们 与上帝的爱 接住 别宠我抵抗我们 上帝若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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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